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就是这个滚通洗衣机 和热水器 不能够拆开洗吗 因为有很多粉丝 在我的评论区 包括私信给我 都有问到这个问题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说不能拆开洗 是可以拆开洗 都可以拆开洗的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先一个一个说 我们说一下滚通洗衣机 滚通洗衣机拆开洗的价格 是350到400 价格比较贵 然后如果说拆开洗的话 涉及到的宁静比较多 就算你是老师傅 对吧 然后你也不可能保证 你拆一百台 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 没问题的 知道吧 因为你毕竟是清洗行业 人家的都没坏 你只是给人家洗一下 洗一下就洗坏了 你想一下这个差距很大的 你的口碑影响很大的 如果你是维修行业 人家的本能就坏了 你给人家修好了 我觉得挺好的 没修好 没关系 对吧 但是你只是清洗行业 你把人家拆了 然后给洗坏了 你想一下你在这个行业 一床十 十床白 这个口碑很影响很大的 所以说要为自己考虑一下 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如果说用户他愿意给这个价格 然后你给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他愿意的话 就可以给他拆开洗 没关系的 这样拆开洗的话 对吧 就算是洗坏了 这个成本也不高 因为这个只是 如果说你很熟练的话 只是百分之几的几率 百分之几的几率 最多就是百分之十的几率 能够 能够会洗坏掉 能够洗坏掉 你洗一百台才可以洗 百分之十的几率洗坏掉 相对比较起来的话 你这个维修的成本也就不高了 所以说主要是口碑影响很大 还有这个热水器 对吧 热水器也是可以拆开洗的 我们再倒回来吧 说一下滚筒 刚刚我没说到的 就是滚筒如果说不拆开洗的话 我之前作品有说到 不拆开洗的话 只能洗到百分之五十 因为你用专业的毛刷插进去刷 只能刷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只能洗这么 洗百分之五十左右 然后给用户 他家的这个皮裙上面 可以可以去下霉 因为滚筒洗衣机 他的皮裙 密封裙很容易生霉 然后现在我们说这个热水器 热水器也是可以拆开洗的 但是热水器是属于一个保温系统的 一个定器 中间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伤层的保护层 第一个就是内挡对吧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海明和泡沫 应该是这个成分吧 然后张在一起的 然后密封的 最外面就是一个外壳 这样的 如果说你要把热水器拆开洗 把加热管拿出来 必须要破坏保温层 破坏那一个海明 知道吧 然后你要到时候 你给人家装的时候 要给它装上 要给它粘上 但是你要用到什么样的 一个专业的胶水 给它粘上的 对吧 这个当然 用一些普通的也可以 但是不一定有 有那个厂家那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有出厂的时候 这样云装了 知道吧 而且拆开洗的话 跟布拆开洗 它的 我只是说热水器啊 它的清洗程度 是差不多的 不拆开洗 能够洗到百分之八九十了 知道吧 除非是很久很久 很多年的热水器 它的加热帮上面 有很多水沟很厚的 用药水不能浸泡掉的 这样的话 经过用户的同意 跟他说一下情况 他同意 然后就给它拆开洗 这个 我刚刚说的 就是滚筒洗衣机和热水器 不是说不能拆 而是说 你本来就是清洗行业 对吧 你不是维修行业 人家的定器没坏 你给人家 清洗完了 然后给弄坏了 你想一下 这个差距很大的 很大的差距 知道吧 你的口碑会非常的大 影响非常的大 一窗十四窗白 如果你是维修行业 人家的本来就坏了 然后你没修好 只能说明你技术 可能还不够好 对吧 说明你技术 可能还不够好 也许还会有其他原因 对吧 然后没修好 本来就坏了 没关系 修好了挺好的 你给人家修好了 那你的口碑 也差距很大 你的口碑也是很好 知道吧 你没修好 这没什么 多大的影响 但你是清洗行业 懂不懂 你是清洗行业 人家只是叫你清洗一下 你给人家的大拆大泄 然后给洗坏了 你想一下 差距你的口碑有多大 当然我这里只是说的 大拆大泄 只是说这个 热水系和滚筒洗衣机 其他的定器 我们基本上都会拆开洗 拆开洗 能够洗得到的地方 对吧 比如说油烟机 风轮 涡轮 这个指挥 阀这边 对吧 然后洗 波轮洗衣机 给他内桶拿出来 垃圾袋 这边都拆开 然后这个空调 对吧 空调洗一下刺片 风轮 就是这样洗嘛 只有这个滚筒洗衣机 不拆开洗 它是洗不干净 这个我都知情作品 有说过 洗不干净 但是拆开洗的话 涉及到的宁静非常多 价格也贵 必须要跟用户说清楚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 热水器是属于一个保温系统的 然后 它拆洗和滚拆洗 它的差距不是很大 只要你能够坚持 每年清洗一并的话 不需要拆开洗 热水器 不是还有一句话说的好吗 常在河滨走 哪有不失脚的 对吧 就算你是老师傅了 你也不可能说保证 你拆一百台 没有一台是没有影响的 不可能的 知道吧 所以说维修 似乎还好一点 拆开了就拆开了 没修好就没修好 影响不大 对吧 但你清洗的没必要 再一个就是你装住清洗的 你对维修方面不是很懂 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并不是说我们自私 不给人家拆 而是这个定性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拆 这个滚筒和这个热水器 而且这也是一个人性 大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 为了自己的想法 去做事情 对吧 本来就有影响 本来就对自己的扣碑有影响 你干嘛要这样去做的 对吧 我刚才都说了 你就算你是老师傅 你也不可能有这样保证 除非你真的是顶级的教授级别的 对不对 大神级别的 行可以 那你想一下 你都这样大神级别的了 那你还来做这种事干嘛呢 知道吗 你是顶级大神级别的 你都应该去什么学校啊 当一些专业的维修老师啊 对吧 或者是自己开个什么很高大上的定 定气层啊 对吧 因为你的你已经是大神级别的了 你的说明你的口碑和你的经历 对吧 和你在这个行业的零份都已经很久了 所以说你的人脉资源都已经很大了 你都不需要自己出门去给人家清洗啊 维修的 知道吧 所以说我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 有很多网友就比较质疑 这两个问题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回答一下啊 然后最后还是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